大家好 我是浩猛人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SUPER MINI PLUSHIA 忍者戰士飛影的第一彈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是黑白印刷的中盒 那所謂中盒當然不是永和隔壁啦 是中型的盒子 那裡面呢就有三小盒 包含了飛影 黑色是Aparto跟Bparto 雖然說它是黑白印刷 但其實我還蠻喜歡它的設計風格 感覺就很像那種日本武士 日本忍者的味道 那裡面打開呢 它總共這三盒就先把它給拿出來 1 2 3 好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先聊一下 就是忍者戰士飛影這部作品 1985年的電視動畫 跟Z鋼彈是同一個年份 那有趣的是呢 當年參與這部作品 有兩位很重要的機器人動畫的大師 一個是他的機械設定 生目靜態老師 他的代表作譬如說像是冥王計畫 以及呢今年重新展開的鋼彈 閃光的哈薩衛 那另外他的作畫監督呢 這個名字你一定聽過 就是大張正吉老師 那事實上呢 當年1985年大張正吉跟生目靜態 兩位老師呢 他們其實才20歲出頭 都是小朋友 已經在做動畫 你想想看我們20歲的時候 是在幹嘛 那所以呢他們當時很年輕 所以有很多新的想法 包括機械設定 跟作畫美術 也都很有意思 那他的造型就是忍者 那再加上獸型的機器人 可以變形合體 那這一次123 1就是飛影本體嘛 2是上半身 黑獅子 下半身 那以及很多的一些武器等等 那比照超合金魂的邏輯的話呢 第一彈就是黑獅子 獸魔再加上飛影 第二彈肯定就是空魔 晃雷音再加上飛影 那第三彈大概就是 這個海魔暴龍跟靈影 應該就是這樣子推出了 好 那事不宜遲喔 我們就直接把它給 要打開嗎 不用啦 我想說太麻煩了 乾脆直接把它給組起來好了 首先看一下尺寸 飛影的部分頭頂高 大概10.5公分左右 而黑獅子呢 大概15.5公分 那其實飛影它的尺寸蠻小的 跟長洞 這個是本香猛 其實身高差不多 但它頭身比你可以看到 這個頭非常非常小喔 也是大張正極風的感覺 那黑獅子的部分呢 則是比HG的出鋼 再稍微大一點點 雖然說忍者飛影的尺寸很小 但它的造型細節刻畫呢 還是相當的精緻 尤其是它在很多地方都做了 補色或者是分件的處理喔 像是腳上這個黑色就是塗裝 那前裙甲這個銀色跟紅色 事實上它是完全分件喔 那中間紅色部分 它是預先做了塗裝 那包含胸口這個紅色的部分也是 金色的部分它不只是分件 它還做了預先塗裝 那像它臉部的細節啊 甚至頭上這個十字心等等 以及呢 劍柄的這個金色部分 也是預先的塗裝 那不過它有些地方 它還是給的貼紙喔 比如說像這個黑色的線條 金色的三角形 那甚至這邊 它其實還有紅色的線條 不過這邊我就沒有處理喔 這個部分是我自己補色的 所以搞到手有點髒細細的 這個部分請多多見諒喔 但總而言之呢 你只要稍微把它組裝起來 甚至呢 貼紙之後呢 它的完成度就還是蠻高的 黑獅子的部分也是如此 它的分色分件也是做得相當的不錯 包含整個體態造型也是修得非常的漂亮 當然有些地方它是給的貼紙喔 比如說像這個銀色的這個小的色塊 還有旁邊是黑色的線條 這個部分 然後呢 像是旁邊這個銀色喔 還有裡面這邊 不過如果你只貼貼紙的話呢 事實上沒有辦法處理的很好 比如說像這個圓形的部分 它就沒有辦法貼到 所以像這個部分都是我自己 在做另外的補色喔 包含這個三角形的這些小細節等等喔 那比較有趣的是呢 這個紅色的色塊呢 如果你直接補色的話呢 中間會留下一個很醜的分膜線 所以我的做法呢 是你先裁一個三角形的膠板 然後塗紅色之後再把它貼上去 那第一個發色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也不會留下中間這個分膜線 那其他呢 就是一些入墨線的一些細節啊 那稍微做一點加工 我覺得整體的質感呢 就會提升蠻多的喔 再來看到它的可動表現 首先頭部這裡是一個球體關節 那後面這邊也做了一段 可以往上翻的結構 肩膀呢它可以往外拉出一點點 那往前往後都有一個可動的幅度 那另外上面這一塊呢 它是可以往上翻 不過呢它沒有辦法 這個前後這樣的轉軸喔 所以呢它就限制到了 這個手臂的前後擺動 因此360度的旋轉是做不到的 那往平抬呢可以抬到大概80度左右 上臂這個可以旋轉 手肘一段關節大概可以到差不多 將近100度左右 拳頭的部分呢是個球體關節 然後腰部呢上面這一段是球體關節 有一個靈活的轉軸 但是幅度並不是很大 然後中間這一段也是可以旋轉 前裙甲的部分呢可以往上翻 大概到這個角度 然後腳呢可以側邊到這裡 然後呢上面這個可以旋轉 膝蓋兩段式的關節 然後前面這個蓋子也可以翻折 角度部分呢是個球關 那貼地大概可以到這裡 往前往後大概就這樣 黑獅子的頭部是一個球體關節 那可動幅度其實還ok 不然它往兩邊轉 好像會有點卡 但事實上呢90度 甚至一整個轉過去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那手臂這裡呢 首先肩膀這關節做的蠻細的喔 包含12345 總共有五段關節喔 這地方做到這麼細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但總之它的可動度 這樣就是非常非常的理想喔 那另外它側邊呢可以往上抬 大概可以整個舉到上面去 這樣子都不是問題 然後呢 手臂上臂這個可以旋轉 下臂這段也可以旋轉 軸關節大概可以90度左右 拳頭是一個球體關節 那旁邊這個蓋子呢 也可以往旁邊做旋轉 它的腰部做了一個轉軸 可以往側邊旋轉大概三四十度左右 那不過因為它前面這個結構卡住了 所以呢它的範圍是受限在這裡 那有沒有辦法增加可動呢 可以喔 它後面有一個像這樣的轉軸 可以把它往上翻 往上翻的時候呢 左右的旋轉的角度就大了喔 但是呢它會有點傾斜對不對 沒關係 沒關係你把前面這邊呢 稍微往下壓一點點 那這樣看起來就變成是水平的旋轉喔 然後腳的部分呢 往前往後的旋轉之外呢 中間這一段可以往前翻 然後呢側邊也可以往上翻折到大概45度左右 上面這一段可以旋轉 然後膝關節的部分呢 它其實做了兩段 這邊是一段 再來這裡還有一段 那這邊它的可動度其實也還OK 包含下面這一段呢也是可以活動的喔 所以你只要善用這三個結構呢 它事實上它可以做到呢 大概差不多120度左右的角度也不是太難喔 那另外它的腳的這旁邊呢 它也是做了一個 這邊可以拉伸喔 拉伸開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做一個像這樣子貼地的關節 所以呢 雖然說結構看起來好像蠻卡的 可是這個可動度其實也還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另外它的尾巴的部分 它們則是做了一個球體的關節 飛影的武器主要就是背後這一把忍者刀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拔下來喔 那它有兩種刀鞘 一個是呢 這個可以收納在背後 那另外一個呢 則是像這樣 把它收納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變成一把槍喔 那這一把槍呢 它就可以用它的握箭手或握槍手 這兩種是通用的 把它給換上之後呢 就可以握持在前面 那像這樣子 當作一個槍來使用喔 那當然這個槍呢 你也可以把它丟到旁邊去 直接把這一把刀呢 握在手上 像這樣也是OK的 那除了這一把刀之外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B型喔 它有兩種刀型 一個刀就是 這個正常版 那另外一個呢 則是後面多了一個刀刃喔 好那同樣這邊也有一個握箭手喔 直接從中間這樣子把它給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兩手各握一把劍喔 也是非常非常帥氣喔 那除了這兩種手型之外呢 還有開掌手也是可以直接拔起來就能使用喔 大腿側邊呢 這邊還有一個隱藏的武器 就是呢 它可以替換成像這樣子的結構喔 那裡面就有三個這個武器的發射口 那我不知道它是發射飛彈還是十字標之類 反正就是一個XT式的零件 可以去展現另外一種型態 黑獅子的武器就比較豐富了 它有一把很長的武士刀 以及呢一把光劍 那這把光劍呢它的劍身是金屬綠的塗裝喔 做的還算蠻細緻的 不然這個金色的部分也是塗裝的很漂亮 那它握持的方式呢 左右手都有一個像這樣的開掌手喔 那開掌手在前面這邊呢 下面就有一個洞喔 那這個洞就可以把你的武士刀 中間這邊有一個卡榫 就可以直接把它插在這個地方做使用喔 因為它的握件手這個中間的洞喔 這個是插不進去的 那另外一把這個光劍的部分呢 則是用這個手直接把它給插在裡面喔 那像這樣子就可以左右也是各握一把兵器喔 感覺也是非常非常帥氣非常厲害 射擊武器的部分呢 它有一把像這樣的卡托靈砲 那前面講到說為什麼肩膀的關節要做那麼多段 我想跟握持這個武器也有關係喔 因為它可以像這樣拉開之後 就比較容易把手這個往前伸 讓它集中在前面 那另外前面這裡呢 這個瞄準鏡它中間有一個綠色的貼紙 或者另外補色也OK 那它可以這樣子開啟收納 前面這個砲口的部分也可以去旋轉調整角度 那另外呢它的握持的方式呢 是我先把它拔起來喔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一段可以像這樣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柱狀物喔 就可以把它手從這邊握持喔 那拔開也是很簡單 這是它的卡托靈砲的部分 接下來就進入今天的重頭戲喔 怎麼樣把機器人形變成黑獅子 那首先呢 要把它的頭 這邊是XT式的零件 像這樣先把它拔起來 那旁邊這邊有兩個這個零件呢 要先把它拔起來做準備 等一下會用到 那接著呢 先把它的頭 往上翻 翻到上面這個角度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它有一些細節 像它的嘴巴部分 它也是可以張開的 泡的部分也可以做一點點的調整 然後這個腳呢 要翻到上面去 好這樣子 前面這邊就做好準備了 再來呢 是它的前腳 先把它往下這樣子翻過來 再把這個折到前面去 好那另外呢 再把這個軸關節的部分呢 把這個可以往前彎的部分 把它拉到前面去 然後把它的這個手型的部分拿掉 好像這樣子 腳的部分就準備完成了喔 其實這個手的部分 其實一點困難都沒有 就是很簡單啦 只是做一點點關節的調整而已 再來是後腳的部分 那首先呢 先把它往這邊翻 再把這個翻過來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那翻完之後呢 再把前面這裡呢 再把前面這裡呢 這個結構 它的腳把它拔開 拉到前面去 旁邊這個結構 拉到上面來 好那這個事實上 就是獸型的後腳喔 然後後面這個結構的部分呢 首先呢 我們再把它翻到另外一邊來喔 這個 前面這一段呢 要把它翻 一直翻翻 翻到這裡 然後折到裡面去 好像這樣子收納起來 那接著呢 把這個後腳呢 翻過來之後呢 把這個結構呢 收納到上面去 好這樣就變成它 後腳的上面的結構 那最後呢 再把這個部分呢 也是推進去喔 另外一隻腳也是如此喔 基本上就是把下面這個結構翻上去 然後調整一下後腳的角度 好這邊也看一下它的可動喔 旁邊這邊有一個旋轉的角度喔 可以讓它做一個比較好的貼地性 那另外最後當然就是把它這個尾巴的部分呢 翻到後面去 好這樣就變形完成了 忍者飛影最好玩的地方呢 莫過於就是說它不只是機器人可以變成獸型 那包含呢 忍者本體呢 還可以再跟這個獸型呢 進行合體喔 那首先呢 在變形之前呢 要先把飛影本體呢 做一些變化跟調整 那有些是XT式零件喔 先把它給拔掉 像大腿兩側這個零件呢 暫時用不到的就先把它拔起來 那包含後面這一塊 後裙甲的部分也是用不到的 這時候拿出一個XT式的零件 插在它的背上 那這個卡榫要向下 接著呢 把兩隻手轉90度 轉到後面去 好像這樣子 收納在後面 那接著呢 把上面這一個肩膀的護甲 推到上面去 再來呢 前面這一個裙甲部分把它翻開 那後面這邊有一個卡扣 可以把它解開之後呢 可以把整隻腳 像這樣子翻到前面去 那這卡扣的位置先維持不動 把它的腳呢 再轉180度 轉到後面來 那接著呢 把這個腳像這樣子把它收進去 那另外一隻腳也是把它給翻到後面 那接著呢 再把它給轉90度 往上翻 那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扣緊 如果不扣緊的話呢 等一下就會很難合體 像這樣把它給扣在裡面之後呢 它整個就固定的非常好了 另外一隻腳也是如此 再調整一下位置 那這個再把它給翻下來 像這樣子 整個忍者飛影的本體呢 就做好了合體前的準備了 再來拿出黑獅子的本體 把它翻到肚子這裡喔 那你可以看到中間空洞蠻大的 那首先裡面有兩根可以旋轉的卡扣 先把它給翻到前面來 再把它下面這個蓋子把它給翻開 然後前面這個獅子的下巴也把它給翻開 這樣呢 你就可以把飛影的部分呢 就可以給裝在裡面 那這邊就有兩個卡榫喔 就可以從中間把它給安裝在裡面 這樣固定住之後呢 就可以再把它其他的部分 也全部把它給合起來 包含它的下巴 這樣把它頭埋在裡面 還有剛才這兩片蓋子呢 則是從側面這邊把它給裝上去 兩邊都扣好之後呢 飛影就整個非常穩固的被包覆在裡面了 好像這樣就合體完成了 最後它其實還有一個隱藏的形態喔 就是在人形跟獸型之間呢 還有一個半獸人的造型喔 那不過這個當然是純粹自己惡搞了 在原始的設定之中呢 是沒有這個造型的 但我覺得這個造型也還蠻可愛就是了 好的以上就是Super Mini Plus 忍者戰士飛影的簡單介紹 它結合了忍者和獸型的合體機制 在1980年代的變形機器人之中 算是美形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這次Super Mini Plus 不只完美還原了它的造型和變形機制 可動度和細節也有高水準的表現 其實當年忍者戰士飛影 因為劇情不佳最後慘遭腰斬 原本身為敵意的林影 也有三種獸型合體的機制 最後卻只剩下設定 沒有機會登場 在機器人動漫迷的心中 留下了一個小小的遺憾 這個系列什麼都好 就是價格高了一點 而且一隻羊分成三次賣 也算是物盡其用 如果有愛的就載羊 沒愛的就莫載羊 目前第二彈鳳雷音已經公佈了 預計8月上市 只希望第三彈也是一般販售 不要再批逼什麼限定了 雖然不管怎麼出 我也是全部都會收就是了 我也是全部都會收拾 我也是全部都會收拾 我也是全部都會收拾